字幕 姜さん 李宗盛 要走法式給你死五千 你死了 還有可以給你淘汰 給你改印改名字改蘇莎名了 曾經有親生過念頭嗎 有 有 今天剛好有帶師父做的武功牌 拜託師父幫我順便加持一下這樣 我不要先 謝謝師父 師父幫我重新加持 關注力量進去 這面佛牌感覺更強 好 帶了成功 好運 幫忙運氣 請幫我拿 好 謝謝 幫忙運氣 謝謝師父 有什麼到成功 看樣子 百萬訂閱不是夢 佛 生在哪裡那個一個圖 佛 好 吃掉在哪裡 在那個印第亞 阿座 不來的 比較強 很珍貴 這個有錢都買不到 買不到 20多年了 那現在帶你們上去看師父其他的佛牌嗎 好 師兄 現在你是要給金來一張對他未來的運勢有幫助的嗎 你是說像剛剛師父講的比較全方位的嗎 因為師父是說他已經開始就是會紅四年 那他是在擔心未來 然後他又想要有更紅的效果 所以說他想要有一個輔助的 但是他現在身上已經有帶這一個蜈蚣了 那如果像他已經有這一個蜈蚣了 還有其他的推薦嗎 蜈蚣是比較偏招財方面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紅四年 你要再更紅一點的話 那就是人緣至少要很好 要達到人見人愛 尤其像你們的性質的話 最好是大家都看得到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偏重人緣 看一下 像這個的話 這個叫冰靈 他是用我們的頭蓋骨去做的 人的頭蓋骨去做的 然後這面冰靈 他上面這個圖像叫做帕亞考堪 是泰北的一個傳奇人物 出生就有一種魔力 他光站在那邊人家就不自覺喜歡上他 他出生就有這樣的功力了 那後來因為他救了他們當地的人 所以當地人把他當一個英雄 那這個法門才被流傳下來 為什麼會用人的頭蓋骨去製作 因為頭蓋骨師父他們覺得說 這東西呢跟我們人的身體最貼近 那用頭蓋骨去製作 我們在佩戴的時候很快就能夠感受到改善 所以這一塊是頭蓋骨 對這一塊是頭蓋骨 哇這個頭蓋骨也太厚了吧 金 每一塊都很厚耶 一部分是厚 然後再來他底下一定還要黏料 就是要黏那個妙圖或者粉圖 那他這個裡面的油是什麼東西 裡面的油的話就是用人員油在混濕油下去做 等於說就是結合正法和陰法 那也象徵就是佛教的一個精神 不要分正因嘛 沒有分別性就眾生平等嘛 很多人可能過世之後 他們也希望能夠得到救贖 能夠得到投胎 能夠得到修道 那所以你佩戴 他幫助你的同時 你也是要做善事去回向他 你就等同說就是 你帶了一個貼身的秘書回家 他幫你 那你做善事回向他 那我有看到這個 這個也是人員呢 這個的話 這個是啊 這個叫蝎子彥通 有沒有看到他 其實他主要是 兩隻半人半蝎的疊在一起對不對 其實蝎子是 太別的閥門 甚至緬甸和柬埔寨寮 遼國那邊那個閥門叫彥通 他是一個神 可是他這個神很特別就是 他一定是一男一女結合在一起的畫面 剛好可以象徵是古人 對於就是生殖崇拜跟信仰 是一個八角形 對 八角形外面都還各自寫有經文 象森桌就是你不管去到哪裡 都有各路天神 會幫你 會看顧你 然後背後的料 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蝎子油昆平 蝎子王阿湞伯通 用蝎子油下去做的 他用蝎子油混著妙土和粉土 做出這樣一塊昆平 這個招人員的功效 他們講是非常666 超級厲害 然後旁邊這個小雕像呢 這個叫做鬼柴木 緬甸一代財神的媽媽 那最下面這根呢 這根算是專門擋災避險 擋將的福管 因為在台北那邊 降頭很流行 那師傅也是怕說 信徒萬一去到泰國那邊旅遊的時候 萬一被人家下降頭怎麼辦 所以特別再加這一個 所以這面排他其實算是全方位 就是什麼功能都有 但是希望你帶了之後 就能夠讓你比較幸福一點 待會這面我會考慮 KIN 剛才我們是說要看阿戰絲的 因為你現在自己就帶阿戰絲的 對對對 我要阿戰絲 師兄 阿戰絲兵臨 對 他的生物嘛 對 因為剛才你介紹這個 應該不是阿戰絲的吧 這不是這不是 我們要看阿戰絲的 好啦 那既然講到兵臨 那就等這塊好了 阿戰絲的嗎 阿戰絲的 阿戰絲的 避寫無功兵臨 這塊就有點像是 最高級的古巴雪茄 最頂級的紅酒 也是佛牌當中的佛牌 可遇不可求 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為什麼 因為很少 很難做 喔 我聽到這一句 我先拿 哇 欸 他這一塊是骨頭嗎 頭蓋骨 而且是修行者的頭蓋骨 用修行者的頭蓋骨 才會製作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料 草藥豬 還有用草藥製造的昆平 那 同樣的 他這邊分成廟圖和分圖 也是象徵陰陽結合 哇 所以他還是全方位 全方位 這邊我這樣跟你講啦 有看過復仇聯盟吧 有 他這邊的金紋 就相當於薩諾斯的那隻無限手套 五個寶石都有 因為這個叫做108天神金紋 關於宇宙一切的知識 全部都包含在這個金紋裡面 哇 那 這樣子說 因為觀眾 他們比較不會care他的金紋 像這一個這樣子 戴在身上 他主要是強力招財嗎 強力招財 暴力招貴人 暴力桃花 暴力人緣 基本上任何你想得到 最誇張的行動詞 都會用在他方面 所以現在現場做這一面而已 現場做這一面喔 你們剩下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那麼快 不要那麼急 因為很昂貴嗎 挺貴的 可能有空可以找個阿戰師聊聊天 這一塊再近拍讓大家看一下 阿戰師的蜈蚣牌其實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他一張加持過的貼紙 那某一天我把它放在家裡的時候 我的桌上突然間出現一隻大概這麼小的蜈蚣 但是剛才法式的時候 師父只是念經 出現這麼長的 影片中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很大一隻 師兄 我想問一下 像這種有加持過的 阿戰師師父有加持過的 放在家裡是不是出現蜈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就思為理所當然了 認識過阿戰師 你請了他的牌或是有蜈蚣牌在身上 以後你生活當中出現蜈蚣千萬不要去踩死他 那是蜈蚣給你帶踩過來 喔喔 對 通常你如果看到蜈蚣那一陣子阿 要嘛業績特別好 要嘛就是可能會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上你 一直追你 了解 通常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才會看到蜈蚣 那我剛剛看到三隻 你就好好準備接下來可能會很忙吧 因為事業要起來都會比較忙 KING 我真的要起飛了 看來我現在要叫你一聲老闆 恩 這一塊 待會幫我留著 等一下拍完之後再結帳 OK阿 但是我看一下適不適合阿 因為我現在是帶師傅的自身牌 喔 這一塊好像也不錯 其實跟你顏色蠻大的喔 對啊 他有點TIFFINY綠耶 對啊 這個殼是有點TIFFINY綠的感覺 所以這個你看這個紅色這個 這個是阿戰士用他的血下去做的墨水 他要混那個他的血下去 喔喔 他用他的血下去開光的 所以他叫避血無光 喔 那像這樣子 這個主要就是賺錢的 那感情的有嗎 有啊也有啊 因為我發現我的頻道觀眾們 對於感情這個區塊阿 總是遇到一些 渣男阿 或者是一些很花心的女生 那為了給你們一些福利 順便幫你們介紹一些 佛牌 有什麼是針對異性的嗎 然後最好是 讓女生不要遇到渣男 對 有好的戀愛偉伴 嗯 桃花要很旺 總之就是感情要特別美滿那種嗎 等一下但是重點來了 價格不要太貴 對 喔有有有有 阿戰師有 這個東西叫做溫泥油 師兄 你拿這一罐的時候啊 我感覺你 嘴角稍微上癢 是什麼意思 很強嗎 因為我口袋自己有塞一支啊 因為他是用一個叫溫泥的女生做的油 那還包括各種各樣的 你想都想不到了 琴醬原料下去做的 注意是琴醬 你就是說這個東西本來是拿來做醬頭的 對 對那他是有入一個叫做溫泥姐姐的鈴 那那個溫泥呢 根據阿戰師的說法 他已經是具有神格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可以體現阿戰師 幫助鬼真的修行成仙的一個最好的體現 喔 他可以算是贏的也可以算勝的 而且不貴啊 因為 師傅把剩下的溫泥油就是做出這麼多 那也是希望說讓 信徒可以去體驗溫泥的靈驗度吧 因為這個在泰國超級紅 每次出完一批就是被掃貨 被掃貨 幾乎馬上搶完大法會之後 馬上被搶光光了 這次這個是師傅有帶來 我們才有拿到 不然正常是沒有的 了解 師兄 講一下喬喬話 我旁邊有一個女生 他好像一直在問感情的東西 很正常嗎 可以看看他是要找什麼 因為他是女生啊 我覺得 直接看他的 那這樣子介紹給觀眾 也比較直接 不然 感覺好像是我們在推薦給你們 那我們直接看他這裡的客人 到底是 針對感情都買什麼 好啊 那 方便 讓他入鏡嗎 他可以吧 他應該可以啦 他可以啦 他很大方啦 低調 低調嗎 對低調 好啊 應該不用打馬賽克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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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KIN 小青星 應該 感情上可能有真的遇到問題 不然 他的外型其實小青星 應該蠻多人喜歡的 嗯 對啊 感覺 可能 還沒有很多經驗 對啊 說不定有被騙了 不好的一些回憶 喔 對啊 故事上看 所以你拿什麼給他看啊 蛇仙啊 和和的牌 跟男朋友很常常見 都因為 異性啊 因為身邊就有一些 女生 有搶走嗎 想試著用一些手段 男朋友就看不出來 然後就分手了 你是因為那一段感情之後 你才開始有一些 四面佛 或者是佛牌的重心 其實原本就有在拜 然後後來是有在拜感情的 一些狀況才開始求感情 對 好 好 好